另外一块命运同样曲折的湿地 是位在云林口湖的成龙湿地 这里本来也是农田 但是因为地层下陷 再加上风灾的侵袭 积水排不出去 结果意外就变成了一块 生态很丰富的湿地了 不过当地村民却抱怨 大量的候鸟飞来这里栖息 把他们养殖的石斑跟鰻鱼苗 都快吃光了 而为了在村民的生计 跟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农委会跟民间的基金会合作 连续两年举办成龙湿地 国际环境艺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艺术节 为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生机 云林县口湖湘的成龙湿地 原本是农耕地 但当地长期超出地下水 地层下陷严重 1986年受到伟恩台风侵袭 1996年再遭到赫伯台风肆虐 当地沁水无法排出 逐渐形成了面积约171公顷的 盐氮混合湿地 每年冬天到隔年春天 吸引大批候鸟前来栖息 十分壮观 不过成龙湿地 横跨口湖湘的成龙村与台子村 大部分属于私人土地 村民频频抱怨 湿地上的鸟类猛吃养殖鱼类 让他们财产蒙受损失 当地渔村缺乏其他经济来源 轻壮人口外流严重 在地村民肯担心服务政府不能只顾 湿地不顾居民生计 2009年开始 关树教育基金会与农委会合作 长期进驻成龙湿地进行环境教育 并从去年起连续两年举办 成龙湿地国际环境艺术节 邀请各国艺术家建筑创作与村民互动 来自印度的女艺术家用当地 磕架竹子打造一处磕棚风车 希望让灾地乡亲感受到 风是成龙地区重要的资源 法国艺术家则用芦苇扎其鸟类 让孩童们大呼惊奇 最有趣的是美国艺术家的 新潮地景艺术 灵感来自于沿海鲜民最早的 叉科养殖技术 去年艺术节之后 工作团队还请来生态养殖业者 为居民上课 介绍新技术与观念 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全球整个肉类产品 水产品的一个问题 但是私有土地与环境保育的冲突 仍需要政府协助解决 当地居民希望政府的规划 让村民真正看得见未来 曾经是地层下线区的成龙湿地 意外变成水鸟天堂 但是村民的生计也要顾 观数基金会仍在不断努力尝试 希望让成龙湿地成为经济发展 与生物多样性 和谐共融的新范例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